这是一台小飞巷的小鹅头房车 它呀更是一家人的寄托 现在呢我们的手续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的车主呢也已经安排了拖车公司 一会儿就过来把这台车拖走了 为什么会选择一台房车呢 首先呀这是一款汽油自动挡小鹅头的房车 非常的好开 并且整车的一个通过性呀也很好 所以呢在后期用车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什么闲置的 不管您是平常商务接待 或者说是旅居来使用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现在的这种大环境下呀 可能我们选择任何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 都会不太的方便 那如果说有一台房车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台房车里面 解决我们的吃住行 甚至应急上厕所的问题 无疑它是一种最安全最有效 也是最方便的出行方式 那比如说马上就要迎来我们春运的高峰期了 很多人都有那种堵在高速路上的感觉 如果说我们有一台房车 我们可以怎样非常巧妙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呢 我们上车里面来感受一下 当我们在路上或者堵在路上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该怎么办呢 那如果说有一台房车的话 我们在这一块会客厅区域里 小朋友该写作业写作业 大人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该聊天 甚至想在路上娱乐一下 我们将征服架旋转过来 就有一个四人对坐的会客厅 也是一个娱乐厅 您经历过在高速路上堵车十几个小时 甚至更长时间吗 您经历过一桶封面面就要五十块钱 然后一壶热水也很难得到这样的窘迫吗 想必很多车友会深有体会 那如果说我们拥有一台房车 我们就可以很优雅的化解刚才所有的窘迫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冰箱 拿出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各种食材 然后启动我们的房车专用的浸水设备 马上就可以让车里面有能够达到 饮用的标准的纯浸水 然后再使用上我们的微波炉 想热一些什么效率也很高 接下来就是在我们的内置厨房区域 对外部环境没有任何打扰的情况下 在这里完成一顿香喷喷的 非常健康又美味的佳肴 然而上面呢 就是给大家准备的一些 我们专门用来放我们餐具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 放我们准备好的一些食材 在提前备菜的时候 还有一个放置区域 将这些饭菜全部都做好了 我们再端到我们前面的会客厅里 就可以让我们一家人在车上 也能开开心心的吃饭了 前面还有多久到服务区啊 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您在日常自驾游出行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呢 那如果我们有一台房车的话呀 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们车身的最后面 有一个固定的卫生间 里面呢 不仅可以洗浴 还有一个马桶 可以方便我们上卫生间来使用 如果出行的时候 恰逢堵车 又恰逢我们车上带着老人或者小孩 长时间的久坐呀 肯定都会腰酸背痛很不舒服 我们想让老人或者小孩的生活质量更高一些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正好用一台房车的话呢 就可以让他们在后面的这一张固定床上 先来休息一下 正好呢 也破除了我们老人常说的 出门呀 就是受罪 那如果说我们有了一台房车的话呢 那出门做到了真正的享受生活 其实呢 在这款房车上呀 还有很多的配套设施 可以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有意义 比如说前面呢 有一个32寸的大电视 后面有一个立体声的蓝牙音响 桌子啊 柜子呀 包括上面还有一个床啊 都是可以进行升降的 可以给我们的旅行当中增加很多的乐趣 所以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如果说我们拥有一台房车的话 不管是我们从所工作的地方 回到我们的家乡所在地 在这一路上呀 我们都可以在一台房车里面 解决所有的自给自足问题 可以不与外部环境有任何的接触 好了 这台房车也是一家人的寄托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说想对这款车 做更多了解的话呢 可以在我们的评论下方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大家一一回复 最后祝我们的这位车主用车愉快